明天的天气如何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 谁会 谁会请说 不管晴天与天原是气象在你身边 会来到沙海气象的世界 礼拜一阳光 真的是非常的灿烂 但是真的好热 今天最热的地方就落在高雄山林区一带 高温飙到了35.5度 那么就算午后在山区有下起震雨 但是下雨的范围也不大 所以很难为这门热的天气来降降温了 至于未来一个礼拜天气状况会是如何 透过卫星云土一块来关心 可以看到北方有道封面渔气 虽然对我们天气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今天却给日本冲绳带来 至灾性的大雨 现在冲绳有不少地方都传出 淹水跟滩方的灾情 主要是这场雨来得又极又大 光是从早上六点到十一点快十二点之间 将近六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393毫米的雨量 而且每个小时的食欲量还达到了65.5毫米 雨势真的非常的大 而未来几天因为还是会有封面渔气往冲绳来靠近 所以仍然会有机会出现这样降剧烈的雨 是提醒计划前往冲绳的观众朋友要多加留意 那么再来看看台湾的天气了 明天算会有封面渔气越过台湾的北部海面 但是对我们天气影响并不大 顶多在东半部会飘现零星小雨 但是其他地区白天都还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只不过到了午后北部以及中南部山区 还是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震雨 而到礼拜三 礼拜四因为风向会转垂西南风 因此水气会稍微增多一些 而且午后雷震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到东半部 以及各地的山区 那么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而至于在温度方面 大家会发现这个礼拜的气温 跟夏天没两样 主要是温度一直居高不下 说到温度我们透过 下一张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可以看到明天风向 台湾的风向是吹东南风 所以各地的气温都还是非常的闷热 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之间 尤其在台北盆地 以及高雄山区跟近山区的平地 还有花东的纵谷 要留意高温有机会 达到35到36度 特别是在中午前后 感觉都会相当的闷热 所以要多补充水分 不要中树冷 接着带来看 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来到台东南雨高温29度 低温24度是晴岛多云的天气 泰玛里清风大物达人 高温33度低温20度 沿平台东北南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低温21度 海端池上观山路野 高温32度海端低温会降到12度 长边城宫东河高温32度 低温24度 热水玉里灼溪复离高温33度 灼溪低温会降到10度 万人凤林光复封冰高温32度 低温17度 花莲吉安寿风高温30度 低温22度 秀林跟星辰高温30度 低温19度 来到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高温31度 低温会降到16度 往南走 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高温31度 低温22度 泰晤来一春日 高温32度 低温21度 屋台三地门马家 高温33度 低温16度 桃园纳马夏茂林 高温32度 桃园低温会降到11度 加压力山 高温30度 低温11度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南投的人爱与池水里 新意高温30度 人爱低温会降到10度 台中和平高温30度 低温15度 苗里的南庄师坦坦 高温31度 低温18度 新竹的关系 尖时午风高温29度 低温14度 台湾复兴北污来 高温31度 低温会降到18度 这整个礼拜会热到很有夏天的感觉 白天不想做好防晒 多补充水分 到了午后要留意天气变化 特别是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这段时间 午后雷震雨的范围或扩大到各地 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来备用 才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大雨给淋湿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 现在已经进入梅雨迅期的期间了 天气变化是非常快速 因此要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才不会被天气给骗了 以上就是这节气象预报